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现在被日本最高法院还是驳回了 我想知道我看到一些介绍 有的时候在日本跟他们打官司 整个法庭上只有你一个中国人 大多数的时候我一个中国人 所以昨天也讲了 就是说不要只是在发表一些言论 那是很容易做到的 能做一些实在的实在的事情 这方面文道好像也挺有感触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 就去年的时候去年前年不是一些反日的情绪很亢奋 就网上很多这种言论 我就有机会就跟一帮年轻人 他们也是很激动的 就跟他们谈起的事 我就说其实你在网上你去骂日本人 或者是偶尔出来游行一下 那是很省事的 所以有些事实际要做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广州 就当年孙力仁将军 从印度缅甸那边打回来 带那个新义军 孙力仁将军他有个习惯 他去到哪 他就盖坟墓盖到什么地方 然后他后来回到广州凯旋了之后 他就说他当年答应 他那帮子弟兵就说 我带多少人出去 带多少人回来 不管生的还死的 所以到了广州之后 他要弄一个公墓 表示你们都回来了 然后有的就找不到海谷的 就建一个纪念碑 规模挺大的在广州 那么孙将军还特别的科学 还坐飞机先调查三趟 找一个理想的地点 那那个墓修起来了 他写了一个碑 那个碑文真的是很感人 他的那个文笔写的真的是很感人 结果那个东西现在变成什么呢 就首先是个菜市场 然后那有个凉亭 那个纪念亭上面呢 就全都是堆着垃圾 一堆臭水 然后有个塔楼呢 就变了公厕 那么后来呢 有人发觉到这个 就骂了一通之后呢 那么总算那个公厕是这个公共厕所啊 是拆了 但基本上还是个菜市场 我就说你看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自己在中国土地上 你实际可以做的 你说去这些抗日烈士的一个公墓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原它 是不是应该起码还原它 不要让它沦落变成一个又脏又臭又乱的菜市场 对不对 我说我们在骂日本人无耻怎么样怎么样 但你这个事就是可以明明自己家的事 就能做的事 骂人容易 骂人容易 实实在在的工作 这可就艰难了 骂人的资格也不是永远的 如果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好的话 那你骂你你你这个资格会失去的 对没错 像你在在日本 比如索赔 这玩意儿得通过结结实实的证据去说话吗 你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方式的问题 你觉得在这方面呢 你看你对日本也很了解 你觉得日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日本人就是 日本人做事情就是很仔细的 一般来讲比中国人仔细 我给你举一个生活中的很很小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中国人里头的做事情算是很比较仔细的 因为因为中国人都说我仔细 然后呢我也是比较能干的 但是呢我在日本 我承认我跟日本任何女的 比如说 复印一张报纸的文章 就是我那个律师 我们的日本的律师的 她有个事务所 她的老婆 她的妻子在事务所工作 她就要比我复印的好 怎么弄我也弄不过她 然后呢有一次 复印什么复印的 复印都 对她就是给你弄得功功整整的啦 一篇文章要复印了 她会边上用白纸都盖起来 就把这一篇文章 然后然后不会一点都不会歪写的 哎呦他那个真是细节上的那种完美科学 所以我我怎么的就是做事情 你总是比他缺一点什么 是是是 所以说他就你刚才讲的这种 你说像这种打官司 无论说是这个索赔啊 在这方面好像曾经说过是日本的和平人士 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直在支持你 然后就说现在这个诉讼呈现书老年诉讼的特点 一方面中国的原告老人家去世了不少了 但另一方面好像日本的和平力量也在逐渐的这个削减 但是我 但是这个问题我挺奇怪 就是说中国人要日本人承认错误 打官司要索赔 为什么提供很大帮助的是日本人 我因为我假想要是一个换位思考啊 假假想中国是侵略国 那么日本要告中国 咱们有一些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官司 他会在舆论上遭受 对何种处境 这个我挺奇怪 他那些帮助你的日本人 他们是些什么人 对 就所有的中国的战争受害者 在日本法庭上法庭打过也好几十起嘛 大家应该记住 知道确实中国的这个 你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一个了解这一点 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律师免费打的官司 免费打的官司 而且每一个诉讼 他都有一个组织 一个是日本的市民组织支持这个官司 那么这些日本的市民呢 他就等于说 你除了打官司法律的问题以外 比如说要把中国受害者 要原告要请到日本法庭去开庭 那哪里来的钱呢 他们要去集资 然后集了资以后 他要让日本的一些日本市民来开庭 坐在那里听 因为毕竟日本人呢普遍不关心政治 那么就说如果法庭坐不满的话 他就怕呢 就是说受害者的声音呢 被法庭也会忽视 他觉得 他觉得比如说有些法官 他历史观上他比较右一些 他会觉得 反正老百姓都不关心这个事情 所以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关注 他还得应成传单到马路上去发 那这些事情谁来做呢 就是那些支持每一个诉讼的 这些日本的小的 就是和平团体嘛 我们称为市民团体做的事情 哎呦 我看到一个好像老兵是不是叫松本博的 松本博也作证过 是吧 说他当年就是731 他保存过六个 1644 1644 他叫1644部队 就参与过这个嘛 参与过这个 然后回到日本之后 跟他母亲一说 他母亲不能原谅 说你是罪犯 然后呢 他跟他妻子结婚之前 也跟他妻子 坦白说我有罪 然后就帮着这个 帮着中国人索赔的官司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 你觉得他们是特别的有正义感呢 还是说他们是为什么这样 我觉得不是说特别正义感 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说 老百姓吧 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大家首先 因为日本有这一场战争 战争中发生那么多的暴行 就觉得日本人都是恶魔 不是这样的 而且在战争这种非常的条件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样 日本政府高层 当时建立这么一个 完全非人道的 法西斯的这个政权 日本的军队的制度本身 对军人的管理 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他怎么样就是说 把人类本身内藏那个暴力 他给引发出来了 他制造民族仇恨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 教育说支那是劣等民族 所以对 所以我们不能就是说 因为战争中发生这些东西 就认为日本 就是说所有的日本人 就是恶魔一样 那这些日本的和平人士 他们做这个工作 他在日本不受到压力吗 那不就想象不得给日本人 80年代早期的时候 有一些右翼啊什么 他们跟右翼是对抗的 对对 比如说我参加过一个会议 我想想那是99年 就是说现在不是美国有一个众议员 麦克本田吗 他提出就是欧安夫的一样 当时我跟麦克本田就是在大阪 我跟他一起从东京到大阪的 9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很大的 就是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 战争责任的那么一个国际会议 麦克本田也来参加的 我们从大阪那个会场 就是右翼的车子围着他转 后来他们那些和平运动就说 哎呀他们在给我们做广告 本来我们就 因为因为右翼有钱 大企业给他们钱 那台本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给右翼团体给他们钱的 因为这是朝日新闻报道的 我在朝日我看到有这样的报道 那是什么支撑这些日本律师 他免费的给你中国人打官司 刚才我就讲了日本在战争以后对战争有相当的反省 我们首先看他那个宪法 他持有和平宪法 为什么说他和平宪法呢 他不允许日本政府拥有军队 然后他不允许政府就是说向海外派兵进行发动战争 所以就称为他和平宪法 当然现在安倍呢已经做好种种准备要把这个 这一条要去掉了 那么所以呢日本呢到了日本经济 就是说日本的战后呢社会非常稳定 他一直在发展经济发展经济 当然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给美国人生产军火 所以这也是他经济发展的犹豫 也给他带来一定的机会 他订单很大嘛 美国人的订单当然很大 但是他的社会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他到了经济起来以后 到了80年代的时候 日本的就是左翼吧 或者称为他和平运动 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就以左翼为主的 日本的左翼政党啊 还有一些就是说一般的知识分子啊 和平的具有这些和平的日本爱好和平的一些日本人啊 他将形成相当大的势力 他们就认为日本 那个时候日本国家呢也开始就是说对许多国家有经济援助 他们认为我们日本现在有经济力量了 我们应该对就是说在太平洋在被我们在战争中 被我们伤害的这些受害者进行一定的补偿 所以他当时叫称为战争补偿的战后补偿 他称为战后补偿 那么在中国呢我们我们是叫索赔 但在日本的这个术语呢 他是叫战后补偿 所以他有一个战后补偿运动 所以呢他们就帮着这些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 这些人是值得佩服吗 你觉得 当然值得佩服啊 这当然值得佩服 因为在日本特别是尤其现在 我觉得更困难 因为现在在整个社会右倾化的这种这种趋势底下 他们的处境变得很困难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很喜欢一个日本作家 大江建三郎 那么他在日本就出了名是清左的一个作家 那么常常对右翼呢就很多批评 他有一回我看他书里面他写 他直到现在为止 每年固定一次 会有一个日本右翼组织派人来他家 像绑架一样 按住他的手 敲他的右手 他让他手指 他右手手一根手指是长期是不能动的 所以他写字是困难的 其实 他在书里面公开写 这么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 居然能够是年年固定的被日本右翼 这样子来威胁他 你就别写了 你不能再写我们了 那么但是他就这么坚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觉得你像最近这个慰安妇问题也是 他好像日本有时候高官政府喜欢玩弄一些辞早 是不是 你比如美国众议院不是通过这个慰安妇的这个事吗 谴责日本吗 然后安倍就说什么广义性强制 狭义性强制 你听着都有点可笑了 他是这样 就是说 他一方面这是所有的政治羞耻啊 都是喜欢模糊焦点 然后转移视线 但同时呢 他这个说法呢 其实又是回到我们中日历史观呢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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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的一个一个分别 分别在哪呢 比如说像说慰安妇啊 他们就很喜欢跟你计较 这慰安妇到底是我们政府征召的呢 还是我们的有日本人支持政府去征召的呢 他都要把它区分的清清楚楚 你就连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 他们也说 有一派日本学者觉得那是合法的 就是说当时日本军队提出去收人嘛 说那是合法的 为什么说 因为根据当时呢 中日双方是有一些协定 和媒协定 里面是我们有这个权利的 他们喜欢讨论这种 细节 他还会细节特别讨论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技术性的讨论 因为因为技术性的讨论 应该是由历史学家来讨论的 如果说是学术讨论 任何讨论都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他是政治家在讨论 这是就不一样 他就变成羞耻了 不是 他这是把他政治化了 他是 他模糊 政治家应该对历史有个非常大的态度 大的前提 这根本不是政治家讨论的范畴 为什么政治家来参与这样历史学上的这些细节的讨论呢 所以他本身他是有背后有其他的政治在 他就想模糊 所以是这些历史政治家他把这个历史问题讨论把它政治化了 政治化了以后呢 正常的学术讨论就无法开展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这方面三十万人 我们只能说三十万人 本来就说这个三十万人到底是应该有多少实证研究的 有数据 中国有实证研究 有吗 当然有那个孙宅卫南京社科院的 他最近还发现了一些就是当时掩埋尸体的一些档案资料 他说还三十万人以上 有实证研究 问题就是说你要拿出每一个死亡者的名单 现在是非常困难 那么但是这些问题的学界可以讨论 不管怎么说南京大株杀是存在的 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个问题又非常的难 就说我们要开展实证研究 所以这样你把它政治化以后双方他就无法相让了 你明白这个问题 因为他任何一个数字讨论 他引发的是后面对整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否定 所以这样就这样了 他就不是个纯学术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这种政治羞耻啊 他那个选择的焦点很怪 比如说像南京大屠杀 最近日本有一些政客不是说他出来说他只死了两万人吗 但是问题是啊 他说只没有中国人说那么多 他说是两万 然后他跟着就否定或者谴责中国的说法 但这个说法怪的一方就是我们姑且不去争论这个人数问题 但两万人难道不叫就不叫屠杀了吗 不过这就很很怪他就 不过有一点呃就是说包括日本的呃 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呃生育的学者啊 他也认为是20万人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20万人跟30万人不是一个 就是说当然我们需要用实证研究进一步去去去去去弄清楚到底多少人 啊每一个生命都是很重要的当然 但是大屠杀是存在的 对20万人也是大屠杀 但是问题有一点你们千万别要注意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日本我们是知道的 就说凡是呃右翼的 就是我们认为他是否定历史这些人 他都是不搞实证研究的 有些人他要整个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嘛 事实嘛 所以他是什么他是用局部来否定全部 这是原来那个纳粹为纳粹翻案的人也是一样的 所有很多在历史上要为这些事件翻案的人 他都是抓住一个细节 因为历史本身不可能完全的去复原 对 所以抓住个细节他要否定全局 我不是说中国不应该改善实证 不应该就是进一步要搞实证研究 不是说中国不应该要进一步 就要要改进我们自己历史研究的方法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说但是历史事实 它是不是存在这个大的前提 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共识的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的右翼学者 我们刚说日本做研究很严谨 但日本右翼学者呢 比如说他喜欢拿局部 他们对局部的要求他也是很细致 拿局部否定整体 可是问题是日本的右翼历史有一个更奇怪的地方 他对很多大的问题 他模糊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日本有个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争论 就是日本古史那一块 因为日本古史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文字的吧 对不对 像是以前野马台国 那些文字资料反而要在中国找嘛 那么那一段历史 但是正正是用来说明他们所谓的天皇的这个国度啊 是怎么样有延续性 这个神国是怎么下来 这个神国史观呢 他古史那块完全是模糊的 他其实反而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用意最喜欢谈这一块 有一种历史观 他反倒认为咱们中国习惯上对历史是比较模糊的是吗 我们以前老百姓基本就是说也有野史嘛 就会称为野史 嗯 就基本上是以朝代 朝廷的更迭 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对就像你现在到书店里去去看一下 到现在都没有很大跟日本比起来很不同 中国个人传记特别多 对 你可以到日本去看一下 日本极少有个人的传记 极少有大概你到书店里去看 最多不会超过五种吧 最大的书店里去看 那他多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比如说他有 比如说我讲他有这个事件的书 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中国有时候研究历史 你要看也看一个事件吧 你要看很多跟这个事件有关的个人传记 他他这个历史的技术 他不是根据一个事件来技术的 他是跟 那么你要从一个一个一个名人的传记里头 把被切开的根据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线索 都被切切成一个人一个人的了 从这里头去找出来 然后合到一起 有些史记就是这样 你看你要完整的看楚汉相争 你要翻多少个传记 对 才能够看到这个 对 可是我觉得还有 在日本对你讲的非常好 在日本他就会楚汉相争 他就会有很多这个说 就是一个题目了 就一个题目 对 但有一个问题在哪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刚刚讲的学术问题 现在也要跟 虽然说不要太政治化 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解决一个政治问题 就需要有这种学术态度 你比如说像你们现在做索赔这个东西 接下来一个问题在哪呢 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就在于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 我觉得我们国家 要怎么样正确认识历史 我觉得是需要有国家力量 或者是次国家力量的 这么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 一个机构出来 做一个全国范围的历史的研究 调查 比如说有多少受害者 是需要理赔的一个人名义的 因为光是很坦白讲 像你们这种以个人力量 你这回做一百多个原告 去日本去告 那么日本那边也就会想了 就说你们这回告完了 就算要赔 那接下来还有多少呢 那这真的是需要一个全国力量 这个问题就有点敏感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接下来也可以 就刚才闻到的问题 王老师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数 他讲的非常的对 就说我们其实这个180个人 提出诉讼嘛 其实是在提出这个诉讼 其实是在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问题的解决 有待于整个的全局的大局 所以呢 但是问题就在这地方 就说你这个全国范围的调查 你怎么搞呢 听说有一个日本学者 曾经问过你 我没太听明白 就是说让你拿出一个范围来 不是学者 就是我在会议上 他们日本的很大的基金会 的人跟我讲 他就问我 他说王选 他说要有一个范围 就说你要我们日本人陪 那你要拿出一个范围来 所以呢 我在很早的时候 2001年就去美国 我就讲了 我说中文日之间的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流量人的案子 什么 已经有一些渗诉出来的 我说已经进入技术性的阶段了 因为他不可能就只陪你一个人 只陪你这几个受害者 日本人做事情 跟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就中国人是觉得 这个对的 就应该这么做 先要 要打破一个缺口 日本人做事情是这样的 他比如说要拿出一个政策来 他四星期就五年 他在这五年里头 不断的修正这个政策 然后他就觉得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非常妥协了 他才开始启动 中国人不是这样 中国人是做起来 干起来再做一面做一面那个 所以呢 你现在就是说要要从技术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就说 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受害受害认定系统 那就是很大一个社会公司 究竟多少人受害 就是啊 远远不止这180个 这多少人受害 然后这个受害怎么认定 嗯 然后呢是不是所谓的受害者 就是受害者本人赔呢 还是赔他的家属呢 嗯 对吧 这些受害者是不是根据他的受害程度赔呢 还是一概是平均的赔呢 嗯 这些都是问题 另外一个 就他的赔偿的金额是不是要跟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福利制度 要能够挂起勾来呢 嗯 哎呦 这很细的多了 这整个的是一个一个福利的系统 等于说要进入中国社会 嗯 谈何容易啊 我有一个一个外行的问题 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讲啊 国家有没有权带这个公民个员要求不 就是放弃赔偿 从国际 国际法上来说是没有权利的 他如果说要放弃赔偿 他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的程序 啊 比如通过人大 然后要通过人大代表表决啊 因为人大代表有代表他自己这个选须的 对的选民的那个权利 公投啊 这类的东西 对对 没有我们就完全没有这个程序 另外一个我刚才就是讲 所以这个个人的权利怎么样能够得到来确立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工程 那这样的一个工程 比如说像你们这个工作已经提出这个问题 那我想知道就是现在像国家有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比如说国家有没有想这个呢 国家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就是说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意思啊 就是西军战是一个问题 你从比如说我现在讲你刚才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那么我们先从外交部的发言来看 外交部的发言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讲究战争一流问题了 而且他就讲到是人权问题 这是跟以前中国政府的表态是极大的进幅 因为在以前战争一流问题 在95年的时候据我所知 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他没有官方说是战争一流问题的 这是学者在那里提 所以他已经是说外交部的发言已经明确的提到战争一流问题 还有人权问题 人权是以各个人为单位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也推动我们这个中国社会的